前一陣子我们大家都在讲说 这一次小鹰的小猪的短收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不孝的团体 从中来谋取这个不孝的利益 选举也会成为诈骗案的新手法吗 这两位戴口罩的小姐表示 他们11月先后到台北县体育协会工作 理事长蔡景成以人手不够为由 要求他们到卢州的新北市体育团体 蔡英文后游会工作 结果却被以筹不到钱为理由欠薪 谈好了8100元新支只有拿到5000元 甚至还发生募得款项成了他们的新支 12月5号我们要跟他讨新支的时候 他居然跟我们说他没有钱 然后陆陆续续就只给了几千五千 然后后来后游会成立的时候 收到捐款1000块 然后那1000块就折抵是我们的新支 我们要不到薪水是想说他可能真的财务状况有困难 那我们就是也是体谅他 那他一直跟我们约一个时间 可是时间到了之后他一直在延后延后 对然后再找其他理由说他现在在筹钱了 然后就是在募款还是什么的 这两位小姐怀疑自己成了政治募款的违法者 连忙下立委候选李婉玉投诉 李婉玉怀疑是不是有人打着小英名号的后援会 小英之友会者违法募款 需要民进党和相关单位紧述来调查 打着小英名号的所谓的后援会 小英之友会这些团体 我们觉得有招摇撞骗的嫌疑 然后也难辨真假 媒体致电蔡景成要来厘清两位小姐的投诉 她强调后援会并未对外来募款 而没有支付逐额的薪资 是因为何小姐和江小姐没有办妥离职手续和交接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